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都很想说 我们很羡慕那些先圣先贤 很羡慕那些有大智慧的人 为什么他们处理事情就是那么漂亮 为什么他们做这些事情来就是那么顺利 为什么让他们眼光看得就是那么远 所以我们就很想学习他们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所谓成功学之类的 我们去模仿他们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说 追求智慧是每一个人的本性 事实上也是 当我们愚痴的时候 我们会犯下很多自己的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们会导致一些自己就是荒诞的损失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 能够得更加幸福 安详 而不需要我们人生 充满了灾难或挣扎 那么要得到这一切 很显然我们需要一种智慧的指导 也正义如此 所以我们无论是通过上学 或者通过修行 我们都想找到一种智慧 那么这种智慧在哪里呢 说实话说 佛学就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甚至我在想将来 中国中华民族 它超越现在的西方文明 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的时候 其实核心的东西 恐怕我们必须到佛学里面去找 佛学就是指引我们的智慧之学 那么我们看金刚经 金刚经其实就是最高智慧的意思 那么在六祖谈经里面 它讲的也是下面的一些智慧 都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智慧 那么最高最高值的智慧 拿到了之后 下面的智慧是相应而通的 那么在佛学的修行上面 这一点跟西方文明是非常不一样的 西方文明说 我们一个科目一个科目的学 学会了 我们就永远智慧了 其实我们只永远智慧 我们也永远智慧 佛学的东西就不一样 佛学的东西你看会能 大师说的 叫一真一切真 只要我们找到一个最真最真的那个东西 找到了最高的一个顶点 好像一切就营染而开了 甚至于大家 有些人对我了解多一些的人会觉得很迷惑 这样一个人非常奇怪 他为什么懂那么多东西 做商业 做管理 以及做修行武学 讲音乐课 讲各种各样的课程 每一门课程都可以达到 几乎是比较高的学生 有些人一辈子也达不到的学生 那么这东西怎么来的 以为我一定是学了很多东西 我是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这东西真不是学来的 这些东西它其实是 心念到了某一顿高度之处之后 它兼容兼通 自动通的 所以它一真一切真 所以它提升自己的高度 提升自己的境界 就是我们获得跨学 科能力的一种 不二法门 我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渠道 那么 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智能 机器人 可以完全可以取代 人的大部分工作的时代 那么我们的人 要超越机器 我们要活得更像一个人 而不像一个机器 该怎么办呢 方法 恐怕只有一条 修习佛学 提升智慧 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超越 因为我们的心能做到的东西 是机器做不到的 比如说 今天要教习大家的 不二法门 就是修习佛学 最高的智慧 但是这种东西 我相信机器 它完全无法理解 甚至我想 大多数人 听我讲这的人 我没有信心 你们一定能够理解 你要放下自己的东西 仔细地去理解或聆听 我们还有可能理解 因为这东西真的很难 这就是波尔法门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波尔法门是修习佛学 最高境界的东西 然后到佛法 八万十千法门 这个法门很高 但是这个法门 就是禅宗的独特之处 但是很多人看禅宗看不动 今天事实讲一讲 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 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 那我们从哪里入手来 我们去看惠明 那么惠明 他追惠明 追惠明的话 惠明的话觉得 你可能是为了要衣钵的 惠明就把衣钵放在石头上 然后那行李就把它拿走 他不执着 那么惠明字 提着不动 乃换云 行者行者 我为法来 不为依来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个 我呢 我来不是为了拿这个衣钵回去的 我是为了法 我想知道你到底得了什么法 学了什么东西 惠明最初坐盘石上 惠明呢 有献身出来 出来的话 在石头上 然后的话我们看看 古代这些人 跟我现在的修养真的不一样 惠明是一个叫做性情粗躁 性 心并不是性命之人 行为也是粗躁之人 讲到说他就是粗人 古人说的粗人 粗人是什么 就是他的感受力 行为观点很差 他很多东西感受不到的 不过现在我们的人好像都更粗躁了 我们看看惠明 我们就知道这种所谓的古代性情粗躁之人 他做到了什么地步 惠明做理云 忘形者为我说法 意思就是说 既然你得了法 你跟我说说法 我来这边修活上 修行 我也是想提升的 从这点看出他还是有心很沉 想追求真正的智慧 他想找到 到底他得了什么东西 这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惠明就说 如旧为法来 可并熄诸言 勿生一念 不畏如说 他好吧 既然你来求法的话 现在的话 你就做一件事情 并熄诸言 把你心中的各种各样的念头 愿望想法 全部都 稀掉 稀密 勿生一念 一个念头都要不要生 这个时候 我为如说 这句话 说起来轻松的做做看 并熄诸言 你的语言 你可能看了看不见 绑着你的东西 你自己都不清楚 比如说各位家长 你的孩子就是你最大的语言 有些孩子的话 孩子哭一哭 孩子笑一笑 孩子的话 起了一点点进步 你高兴的时候 主导 孩子遭到挫折了 你比他还伤心 那么这种家长 你的语言 你的心就不在自己身上 你这个语言 对你的影响就特别大 这些东西你能够吸掉吗 吸密 你能够临近心 看自己的孩子 不像自己的孩子 看别人的孩子 也像自己的孩子吗 大多数家长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就做不到这条 你就做不到 并熄诸言 既然 你并熄诸言 做不到的话 你就听不懂 会能在说什么 那么我看看 明良久 明良久 那么这个惠明 他很长很长时间 想办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作为高兴来说 可以看到 得到 你的是不是还在动 他一看 你的心 还真的停下来了 那这就很了不起 一般人真做不到 一般一个人里面 99.9个人都做不到 惠明就直接告诉他了 不失善 不失恶 正特莫失 哪个是明上座 本来面目 就告诉他 这一瞬间 不要去想好 不要去想坏 不要去想正 也不要去想悟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 你认为哪一个 找到了你的本来面目 没有 这一瞬间 惠人教的就是 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 就是说 你的思 你的想 你的 或者说 你的心 不要挪在 善上 不要挪在 恶上 不要挪在 正 也不要挪在物 不要去做判断 但是你有 非常清醒的 知道这一切的时候 你的本来面目 就自动的 符合些 惠人 言下大悟 惠人 一听 马上就 了解了 最高智慧 就是这个东西了 你们误了 没有 我估计没有 教里面一下 你如果不理解 那么 你不是男人 也不是女人 那么 这个时候 你是什么 你那个回答我这话 你误了没有 这就是你的心 因为你 思考 你做事 你行为 你一定得出于 这个心 你的心 如果是 男人心 你做男人事 女人心 你做女人事 但是现在我要求你 你不是男人 你也不是女人 那么这是你是谁 这也是你本来面目 知不知道呢 好吧 如果你知道了 咱们就往下讲 福问云 上来密语密语外 还更有密 亦某 佛 你从 祖师那里 然后的话 原来都说 都是有过种各样的 不传之密 都有些很高的密 特别是你看 五祖传法 然后的话 把 做得那么湿密 然后把袈裟 要把窗子都遮起来 所以那么密密的东西 为什么不穿过我们一般人呢 那么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的密法给你 他还是在想啊 这东西好像太简单了嘛 就像刚说的 不思善不思恶 不是男 不是女 你现在的你是谁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犯傻 如果你不犯傻 你一下子悟到了 那个就是你 但这些我说出来就不是 你是你的名字吗 你是某某爹吗 你是某某妈妈 你是某某下属吗 你是某某长官吗 都不是 这些都不是之后 那个你还在吗 还在 那个你是谁 你给我找出来 那个你找出来了之后 说实话 你是嘴上说不出来的 你只能够 一下子 哇原来是这个东西 但是你嘴上说不出来 你说出来就错了 那么他就想 除了这个东西 这东西好像蛮简单啊 还有这东西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 有个什么秘诀给我 你还会能说了一句话 他说 鱼汝说者既非米也 如果我能够跟你说 就不是什么密 如若返照 密在如边 你如果返照 这个词 我得多讲一讲 你如果能够去返过来 不是去心逐万物 而是返过来用万物观心 这个过程就叫返照 一般人眼睛总盯在外面 盯还盯不清楚 看还看不清楚 但是修行的过程 提升的过程 就是由无而观心 他不是说自己坐在那 我的心脏哪里找不到了 只能拿找 从外界去找 从外界找什么 从外界找了之后返回来 我再用大家熟悉的一个案例来讲 我勉强讲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 其实已经讲了 比如说你想知道你自己是个男人 你怎么知道呢 你可能去看女人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个男人 那么你要对女人的一切了弱指掌 你看得很清楚 你看得越多 反过来的话 在观察你自己跟他不一样的地方 看到的就越明显 显然不仅仅是我们的生理问题 不是你的身体器官结构的问题 而是我们跟女人 它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配对的关系 形成了是什么样的阴阳的关系 我们在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 我们有多大的不同 正文句叫反照 所以的话你反照的越多 你对男人和对女人的理解就越多 我们看的是女人 但是我们了解了男人 我们看的是男人 我们了解了女人 我们看的是万物 我们了解是我们的心 这个过程就叫反照 所以辱若反照 密在辱边 如果你用这种方法 把万物都用来作为一个禁止 观的不是万物 心目不足外物 回照的是你的心 那么秘密就在你身边 就在你这里 不在别处 这就是一个修行人 说的一句大家很知名的话 没有别人 只有你自己 是的 万物都是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自己跟你想象的那个不一样 通过这些东西 我们观照到了自己的存在 观照了自己的本性 观照到了自己的 愚痴和智慧 这一切我们做到这一切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东西 原来这就是智慧 原来这就是提神的法门 所以并熄猪圆 大家平常在做的时候 只要看到这个圆 你只要把它放掉 我在身边看到一些人 觉得什么好愚痴啊 特别是一些家长 为了一个孩子 把自己的生命全毁了 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牵头全毁了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因为的话就是那个圆太强 那个圆强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就在孩子身上灌注了全部的心血 然后的话做了很多蠢事 如果他什么都不做 可能孩子成长得还好 平平他做了之后 可能孩子反而受了障碍 但是他绝对不能承认这一点 这就造成了我们的一种 不能够吸掉这个言 如果你用着临近心来关注 给孩子需要的东西给他 他需要才给他 不需要不给他 因为老给孩子不需要的东西 甚至你去心很多波澜 用着很多机心 用很多阴谋诡计 去做一些你认为最好的事情 去抢去夺 去利用去怎么 这个时候的话 你给孩子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礼物 一定会把它害死的东西 但是很多家人不知道 他就是要拼命地去做 那么其实大家也就知道了 现在不是有个词吗 low做low day 不做不死 这就说做死 有些感觉 我就看到有些人很辛苦地去找事 为什么 他们也做到这个虚言 更没有学到关心 也没有从 也没有去认识这个东西 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测 这就是没有智慧 等一会儿智慧之后 你发现很简单的 赚钱很简单 做事也很简单 那么关于赚钱很简单 给大家说一下 最近轻易苏院的学生 他们到 放了一个月假 这个假给他们的任务 就是自己打工去 去体验一下 打工生涯 他们打工体验 他们目前为止 他们是脱离这个圈子 他们也找不到什么 好的工作 他们也没有别的东西 来辅助他们 别人不知道他们是谁 没错 叫做陌生圈子人 去不能到熟悉的圈子里面 所以圈子 大家觉得很给面子 那么在圈子里面 他们很多人 我参观打工 夜市 什么七七八八的 这些地方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 很多下层人物的生活 赚的钱很少 两千块 三千块 四千块 但是累得要是 多两百 少两百 然后他们都真的要是 然后多少处子之外 他们也没有别的追求 然后看到各种 我们这边都不能做的 堕落的东西 他们都在做 但是他们自己又非常希望 得到更多的工资 更多的收入 他们觉得 哇 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去了之后 才觉得这样的生活 不是我要的 好了 难道是他们要的吗 他们也不要 但是他们不要 为什么不得不够 那种生活 因为他们没去开发 自己的智慧 简单点说 他们的脑子 从来不拿来用 他们的脑子 他们只用他们的 别人都能用的东西 所以的话 只能去干干最低层的活 而用完脑子之后 你就发现 这个世界上 他提供了很多 很轻松很轻松赚钱的机会 就像我说的 比如说你买股票 你都可以做得分红 你都可以过着一种 非常忧郁的生活 然后的话 你提升了自己的智慧 你也可以去赚到一笔资金 然后的话很容易 比如说我 就像别人说的 我说说话都可以赚钱 然后别人都很爱听 但是你必须以众不同 你跟别人一样 别人凭什么听你的 你不会去找一个农民工 听了说话的 因为他说的 对你们有帮助 所以当你提升自我 当你超越了平庸 超越了凡夫的时候 其实你的生活是很简单 很清静 很香火 同时非常富足的 如果你们一起做超越平庸的生活 你只能跟别人一样过的话 你不得不去竞争那种 最低级的工作 然后不得不看人的脸色 不得不去 去勉强的话 为了维护这个工作 做一些别人要求你做的 但是你又实际上违背 你内心选择的事情 所以越是 这就平庸的代价很高 但是你有几个人想要提升呢 比如他们都是年轻人 那么你可以暂时忍受这种生活 但是你就抓紧时间来学习 来提升 让自己一种不同 就像李嘉诚一样 李嘉诚曾经也是从社会的最底层 打拼起来的 然后在服务员里面倒茶 倒茶水一个小时 但是这样一个小茶官 然后的话 社会最底层的人 他就会在那多多的学习 跟客人去了解客人的想法 然后慢慢的了解这个世界的趋势 做什么比较好 可能居然后来当老板了 当然以靠他的德行 得到一些人的支持 如果李嘉诚不去思考 他只是跟别的茶官一样混 到现在他可能也可能积极的 所以的话 我们要了解的话就是 追求智慧 够人不容易 但是他比堕落要容易就多了 堕落才是最痛苦的 这一点希望大家好好好的悟清楚 这一点 包括有些人 他觉得学我的东西很难 不愿意学 他愿意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做 但他自己的方式 就是一大堆愚蠢的方式 去实际上也没学 所以的话这种东西都是 对自己生活没有任何改进 但是看着我们也在 日新月月的发展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说的 我跟我不在乎你学不学我的东西 但是你应该在乎 因为这对你的生活品质 对你的 在世间存在的生活质量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东西 如果你不在乎 那只能说你跟自己过不去 你就跟那些愚夫蠢妇一样 然后只知道天天在那忙 天天忙的还都是蠢事 然后天天看着在那动脑筋 天天在那胡说八道 天天干着他用尽心机 干着都是对自己 对他人有害的事情 这种事情 如果你的智慧 你就不会一起做了 所以的话 学会智慧真的 生很多心 生很多事 我们看到这边的原文是 钟福问曰 黄梅富足如何指寿 钟就问了 那么黄梅富足 武祖大师 把什么东西交给你了 应该怎样学习呢 怎样来指导 怎样来传授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有时候 你们来我这边 培训都在想 我能不能拿着一个东西 商人一告诉我就知道 哇 这就是新教育 我就把这新教育拿回去 我就可以用了 你们把智慧当做 到商场里面买东西了 那么这样的东西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 慧伦说的是 只受即无 违论坚信 他说这东西 不是说 我要告诉你 你要去哪里 我要指条路给你 没有这回事 我们只看 是不是 见到了你的本性 见到了你的本性 只要你见到了自己的本性 见到了自己的本性 你就拥有了 你就拥有了黄梅富足 就是主师爷的告诉你的最高的智慧 所以不去搞什么禅定 也不去论什么解脱 这些东西 不在 简单的说 不在心外求法 只要是找自己的心 理自己的心 然后 传统的念法不是这样的 你看现在的火山 现在的庙里面 都是说 去了之后 打坐 残骑 精行 各种各样的 一套一套的东西都特别多 所以的话 当时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何不论禅定解脱 他说 为什么不去做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不去 每天早上要找课 晚课 日课 然后的话 为什么不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回来就告诉他 为是二法 不是佛法 为为什么 你去做这些事情 它就是二 那么是二法的话 它就不是佛法了 真正的佛法是 不二之法 这个话可以说 但是还是不清楚 他就带你们又问 终于问 如果是佛法 不二之法 他怎样才是 佛法的不二之法 慧伦就约 法师讲《列弹经》 这是慧伦的 告明之处 他总是用你自己的东西 来讲你自己 比如这个 中法师 他讲 他给《列弹经》讲大智慧 解脱法 这本经 你讲这本经 他就用这本经来说 你讲的《列弹经》 那么明佛就要 目标是要明了 佛性 是佛法的不二之法 那么佛法是什么呢 后面就接着讲 怎么跳过去 佛法 我们有一种 高贵德王菩萨伯佛言 犯赤崇敬作武力罪 及遗产体者 当断善根佛信佛 那么也就是说 有些人犯的是非常非常重的罪 最重最重的罪 人间实我不赦 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人都知道 它是很大很大的罪行 那么能够犯这种极其严重的罪行 甚至杀父杀母这样的罪行 他有没有断掉他的善根 他这种人还有没有佛性 曾经在历史上 在大成教传过来之前 有一个中国伯尚 他就误导了这个佛性的根本原理 他会阵性不断 但另外的人说 这种人绝对不能如佛 他永世堕如地狱 这类叫永世不得超生 但是他说 大成佛教说 没断他还是有 那么这东西你就奇怪了 你说一个人 一个天底下的大坏蛋 他还有佛性 其实我们看周围的人 有些真的很坏 有些像现在不是说 老流氓不是 不是老了才变流氓 而是流氓变老了 像到公共交车上 一些老人 以老卖老 然后去骚扰妇女 干坏事 过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这些人 很多 那么这些人 你说他也是佛 你就很不服气了 他跟我们想象的 那个佛差别很大 但是呢 在 真正的佛学看来 他 也 有佛性 这个时候 他认为 善根有二 一者常 一者无常 那么就是说 善根有二 一者常 一者无常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 就是 恒性的那个东西 一个是无恒的那个东西 今天的善人 可能是昨天的恶人 今天的恶人 也可能是昨天的善人 我们每一天都在用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善恶 如果你不懂我说的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那么日本兵在中国 稍杀强烈 你觉得是好 他是善还是恶啊 我们当然认为他是恶 而且是大恶 我们觉得恨之如骨 但是我们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说 他除国冒着生命危险去 征战一个别的国家 为日本人民莫取利益 这种人是善还是恶呢 日本人当然认为他是善 所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他对于这些战争英雄 我们说把他说成是战争罪犯 英雄罪犯 这就是一善一恶 这就是对立的 但是的话 日本人民 他肯定认为这些人 是为日本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所以对他们很尊重 把他们攻在进国神社里面去 那么从日本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得不说 他对自己的 为自己民族做出贡献的人很尊重的 如果这些人有灵魂 他总尊重的话 就会让他们这些灵魂 英灵有安 他心里面很舒服 心里面觉得这是值得的 从这样来说 他的民族的邻居力 就是不一样的 相反我们中国的话 好像为中国做出征战 像什么滇西 抗战的这些死去的英雄们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人记得他们 因为更没有人经常去祭奠他们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想 假的这些英明真的存在 他会不会觉得他原来做的事情 后面人根本就不在意 他会不会觉得很没有意思呢 所以中国人是一团散沙 从这个价值来说 我们就是先把它扯到别的那边去 我们先来说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的作战 在中国征服之辣的这个形容当中的这些战范围 这个词已经分到比我了 那么他到底善还是不善 好还是不好 那么按照佛法的更高的境界来观察这件事情的话 是中国两国人民的因缘 因果 是一个因有一个缘 最后有一个果 那么这个果把双方发生了战争 那么双方的望分比我 双方的对立 双方的仇恨 双方的欲望 比如说我想占有你的领土 你想占有我的领土 双方的仇恨 像中国动不动去扫拼小日本之类的 那么这些东西 这种我们起的这种心 最终就会结合成这种果 最终就会造成这种局面 这从更大的局面来说 谁做的东西都不好说是善事恶 是看在哪个角度上说 那么站在佛的角度来说 无善无恶 为什么叫佛的角度 更高的角度来说无善无恶 因为这种形式双方 国之承担国之的因果 如果说的不可惜一点 如果我们认为 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中 我们中国人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我们反而要反省的就是 我们中国人在这之前 我们做了的业 我们造了多么大的恶 我们做了多么大的坏事 否则为什么要遭到这么一次战争 扰领这么大的果报 所以这就是佛学 佛学学的话 你站到更高层次上来说 你绝对不会扮演受害者的 你肯定会对自己负有一切的责任 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会想这个原因来自于何处 你不会去找一个善恶的东西 你看我就是善的 害我的都是恶的 如果你的结果是恶的 一定得做到不好的事情 说的不可惜一点 如果大家还不理解 我来讲的更简单一些吧 假如你的股票账户上亏损了 你说是谁的责任 那毫无疑问就是你啊 因为你蠢蛋了 出质之外还有什么解释了 没有啊 但是你看有几个亏损的人 是在怪自己蠢蛋的 大多数都是说国家政治不好 然后流市变熊市 然后变云端 然后闹股灾 国家对没来救市 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有很多人没 不但没赔本 又赚了更多的钱呢 还有的话就是从历史的场合来说 大多数的那个人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投资 那么股票是一个包赚不赔的生意 军事实上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赔 那么只能说这些人的贪心过大 欲望太大 过争惯了毛病 这些人的毛病太大 才导致了什么 才导致了亏损 所以如果你的账户是亏损的 你没有别的理由的 就一个理由你蠢 甚至于用我自己的话说 你的股票账户没赚了钱 就是你的人品不好 没错啊 你没接福没接德啊 没有福没有德 你当然就要亏了 所以的话 你说你自己是好人善人 然后拿你的投资账本给我看 那么你说 我这东西就是我技术差了 怎么说我人品不好 好了 但是有些人他根本不懂技术 有些人就是傻 有些人就是信任 有些人就是善良 他自己天天在做好事 他无意当时买了一个股 放了二十年 然后赚了几百倍 那你怎么说 所以他不要技术 不要什么东西 他其实宇宙之间报应 因果不算 你在吉不得 你在吉善 你的心是持心正念 然后就算你随便买个股 好像也会赚钱 别人买了赔钱 偏偏你买了就赚钱 为啥 因为你的心念是正的 所以的话 我经常给别人说修 修财神法 修到最后全是修心 你把你的心变得祥和临近 积极进取你赚人的钱 当然了也有说 我就不许 我还是能赚的钱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但是人家报告很惨的 但他这些钱赚来 对他也没用的 比如说大家知道 有个李彪 现在大概没有人 觉得比这个人高 是更高吧 太会抢钱了 但是第一 我们发现他也学乎学道 但第二 他用抢钱的方式 用聪明 用机灵 用算计 他的那个坐庄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算计 弄得别人倾家荡产 那么他的报告好不好呢 他的报告就是 年纪轻轻三十几月 就突然死了 同样刘汉也一样 刘汉当初三二期国在案 他自己用了心机 用了关系 用了别的东西 然后赚到他的第一桶金 但最后他的结果 好像也发了财 最后结果也不好 所以的话就是 持心正念 然后就算是 你遭到了一些不好的 暂时不好 但最终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心念不正 暂时好像 实现了你短期的目标 但短期的目标 接过来会过来 害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善或不善 你要用宁静性来观察 如果我们现在 你想走一条 你想顺一点的路 你必须去分 那么现在你又开始要质疑了 不是说要不二吗 那么你分善或不善 那不是还是二了 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那么我们的善或不善 就像我们来讲 个男婚女吧 其实你怎样才能真正的超越身世 超越凡俗 你要成为一个更高级的人 各位你知道吗 很简单 这上面说了 罚在乳边 不在外面 你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就可以超凡入圣 你可以做到 你会马上变成高级人类 那么你知道高级人类是什么人类 高级人类就是 无男无女之性 在他身上没性别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灵魂父母 你以为有一个灵魂父 一个灵魂母 可能就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赤雄同体 他不分男女的 因为只有有一种人会分成男女 什么人 欲 欲望 幸运 你有欲 你有欲望 你有男女之欲望 你就会成为男女 如果你没有男女之欲 你就不会成为男女 甚至于我们生孩子 以男女欲望生的孩子 当然就是欲望生孩子了 如果是天人生孩子 你以为他是欲望生的吗 他不是欲望生的 因为他不抱欲望 他不抱那种欲 所以我们这个天 我们生活这个天 我们叫欲界天 那么欲界天 它就分男女 你要超越这个欲界天 是比较低级的天 你要进入更高级的天 你要进入色界天 进入飞翔飞翔 更高的天 你就要并出男女之下 在你心中你就必须无男无女 这个东西不是说 我说我不无男无女 你无男无女 给我看看到底是男生女 所以当你能够把这个原因并出 你就可以清炼到这个心炼 这个身子就约束不住你 身子约束不住你 地球就约束不住你 你就从地球升天了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当然地球并不是欲界天的高级天 高级的天也有更高级的高人 也分男女 但是更高的真不分男女的 那么这就是男女两个东西不分 那你好吧 那你现在就说个笑话了 我已经说了高级人 就是无男无女 现在也给我弄个无男无女 想给我看看 你弄不出来啊 弄不出来怎么办 弄不出来的话很简单 你做男人就做最好的男人 你做女人就做最好的女人 但是你又知道不好的男人 你又知道相反的人是怎么回事 心中慢慢地把这男女之下去掉 你就是一个更完美的 更高级的人类 你必须行为上先做到这一点 心念上实现这一点 最终你才能够得到解脱 这个解脱不是你天天去练经 能够解决的问题的 而是你必须修心才能解决 修心还必须修行 你行为上达到这一点 比如说行为上你无男无女之后 是什么状态 行为上无男之急之后 你看到你这个男生 你看到女人 你没有什么欲望之情 你不是说看到你漂亮女孩子 你想把它据为己有的 心念上你达到的这一点一样的 你就像是个女人 你叫人也可以 不叫人也可以 但是你就对你男人 你没有欲望之想 达到这个地步 你就已经升级了 并不是已经要升级了之后 你才达到这个地步 错了 是你的心念先达到这个地步 你才有可能升级 你可以升到更高的人级 那么我们为什么 现在就明白了 为什么活上 为什么佛学修行 最终他一定要出家 如果你是出家 你成天在那想话 你是一种限制错了 是你的心理已经到了无欲 这地步 你对男女根本没兴趣的地步 你是你对你对男女没兴趣 你是男女对没兴趣 那么这个事你就到了无欲 到了无欲的话 你就可以往上修 但你没达到 你面前去剃光了头 然后穿身上加上 你以为你就是你去陷了这个像 没有的 包括我们再看看男女的装俗 佛家 佛家的装俗当中 男女全部都剃掉头 所以从外形 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 并不去突出身上的新特征 所以远远看你搞不清楚 谁是男的谁是女的 其实这一点也是他用这个外向来表示 叫做不二 我们不要去分男女 心中也不要分 但现在很多穿个加上剃个头很容易 但是穿上加上 烦更多 更烦恼 因为他的心的烦心不断 他的欲心不断 当然的话 包括现在听说很多活上 反而妃子更多一些 民妃更多一些 然后找女人更勤奋一些 然后这就是笑话 他们就没有明白 佛家在修什么 或者甚至不相信 佛家是这样修行的 那就没办法了 老子说的 五道生一之生一行 天下莫人之莫人行 所以你欲望越重的人 你想要知道 你的级别就越低 而欲望越轻的人 级别就越高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我们在下层社会当中 那些低层的社会当中 那些拿两千块钱 工资的人当中 他们的欲望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但是你往上面走的人当中 你发现欲望很轻 比如说我们来说 李嘉诚 李嘉诚他赚钱是赚的世界上 最多的一批人当中 几个人之一 亚洲首富 但是你看看李嘉诚 他有多大欲望 他没多少欲望 他的生活很简单 他的要求很简单 他的追求也很简单 赚了钱来 然后的话分个这分个那 他没有说他自己要得什么东西 他欲望很低 反而他的成就很高 但是欲望最高那个人 再打两千块钱一个月的工 以后是不是很搞笑 所以的话 出去自己的欲望 出去自己的低劣的品质 然后的话是提升之道 当你话也说回来 低劣的人 他永远也理解不了高级的人 比如说 那个拿两三千块钱的工资的人 他曾经在想如果他有一辆跑车 有一辆法拉利 多么多么的流 多么多么的好 然后这是他的人生追求 但是我们想想像李嘉诚这样的人 他买一个这样的跑车 是不是很软业 但你看他就是没有 因为他觉得没必要 他只是做生活最简单 最朴素的事情 每天早上六点钟 甚至更早五点半 他就起床 然后开始锻炼 锻炼两个小时之后 然后九点钟准时到他的工 那个上班 九十岁了 然后每天都不勤 但是那个下等的人 两三千块钱的人 常常在想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 什么时候能休息 我能不能够 一半时间休息 一半时间工作 甚至我能不能工作一天 休息六天 他们都在想 怎样偷懒 如果退休了 这些人还开心得不得了 李嘉诚人的话 他没有退休的 他的工资才多少 他的工资才五千块钱一年 所以他不是为了工资去工作的 他就是为了说 我喜欢这个工作 他的生命就是为了工作来工作 他无欲 他就是奉献 他就是努力 他就是分享 那么当这个人的话 钱就反而金钱会自动的相当聚集 因此我们修行 不是就找到一个窍门 不是抢别人的钱 而是干嘛 而是提升自己的心 无欲之心 无求之心 你欲望越大 渴求越大 你的层次越低 你的生活越充满了灾难 慧能讲了这些东西 他自己最后做了一个总结 他的总结是什么呢 教室先生所传 不是慧能自治 厌闻先生教者国令尽心 他说的这句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教的这个东西来 不是我慧能自己想出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先生先贤所传 也就是说他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末法 所以的话 厌闻先生教者国令尽心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圣贤 我们这些伟大的人怎么教我们的 就要你尽心 尽不是安静的尽 尽是干净的尽 把我们心上的各种各样的欲望 各种各样的渴求 各种各样的恶劣的 恐惧的贪婪的 吃鱼吃的各种东西把它去掉 把这些东西去掉就叫禁 自尽其意 视为佛教 自己把自己的各种各样 不好的意念 不好的贪婪的追求的这些东西 把它禁掉 清净掉 就像那个擦东西一样 把它擦干净 这叫过令尽心 自己尽自己心 别人帮不了你的忙 你在我身边我也帮不了你的忙 你那么笨 不是说我拿个东西给你 你就变聪明了 而是你把你身上 那个叫笨的东西 把它擦掉 你把它 这种擦掉要借助一些外力 可能通过去学习 学习就像你借助个麻布 或者借助个清洁剂 你来擦它 擦洗它 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才能做的 所以的话 这就是愿力 底部和业力 我再传更高级的东西给你 你不去进没办法 所以的话 过令尽心 闻了隔字除疑 了解了之后 你把这些过程各样的东西去掉之后 你达到什么地步 与国代圣 与现代圣人无别 你一到达这个地步 你在你把你的心清洗之后 你就跟这些圣人 跟这些高级人类 跟这些佛 跟这些菩萨 你就没什么差别了 所以它跟你的差别 就是你的欲望很多 你的贪生吃慢移很重 你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毛病 你把这些毛病去掉 你跟圣人一样 你的本性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 全都是佛 就算是大恶人 他本性也是这样的本性 他只不过加了个恶的心 所以他做了恶的事 比如说一个老混蛋 六十岁七十岁 到工程中要骚扰年轻女子 为什么 他的心还是欲望之心很重 如果他 然后的话 看着年轻女孩子 跟看着老年女人 甚至看着男人 他是一样的分别性 看着很痴强 然后他都很友好 这是不是一个很有德行 很有虚伪的一个老人呢 那么他如果是一个 想看到年轻女性 扑下去 就想啃就想 抓就去摸就去捏 他是不是就是老混蛋呢 那么这两种心 他因为什么 他们都是一样的身体 只不过心不一样 他就变成了不同的人 所以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流氓心去掉 那当然就是圣人心了 所以一些现在圣人无别 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佛 成为最高级的人 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李嘉诚 你没成为的原因就是 你没去修李嘉诚 修的东西 你没去做李嘉诚 该做的事情 虽然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也不是老师的问题 老师教你 就告诉他 没问题 你可以做到 我讲到这里 有人就开始迷惑了 如果说我们自己 本身就具有无上的智慧 我们自己就是佛 我们自己具有 各种各样的潜能 我们可以做到 别的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马云能做的事情 我就做不到 马云能说的话 我也说不出 我也想当李嘉诚 为什么我就做不成李嘉诚 我还是在这打工 当辛辛苦苦 您请假都请不到 只能征末的时候 给自己放放假 那么为什么 乔布斯谈论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简直我想一想不到 你说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 我不相信 然后的话这点 或者说我怎样才能做到 跟他们一样的人 我有可能吗 那么 我怎样才能得到 跟他们一样的智慧 一般人都会这样想 那么 接下来我们看到 六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般若智慧是什么 怎样才能得到般若智慧 那么次为始军请仪 师生坐 告大众约 总尽心 念摩合 波尔尔波罗弥多 那么第二天 为始军就请仪 这是传统 你想要学习 你想要进步 你想要提高 不是让老师来求你 而是你要求老师 老师不在意你笨不笨 特别高明的老师 他无分别心的 你做蠢事 他一直是看了咪咪笑 你做好事 他也看了咪咪笑 因为他心不起 不起波澜 不会说看你做恶事 他自己在那难过掉时 他只知道你做恶事 你会得到恶报 你做好事会得到好报 他活必去在意 一定要怎么报来 对不对 所以他就咪咪笑 但是你自己会在意 你如果不想得恶报 你就要去问老师该怎么办 所以的话是学生 要向老师请教 不是老师要来求你学习 不过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好像都搞倒了 这个社会的话 好像都是老师求着学生要学习 学生你考好一点 然后我的奖金多一点 然后你考上高级的学校的话 我都要跟 然后老师领导会表扬我 所以这种思维已经造成这个社会的 学习的反着的 是老师比学生更在意学习的成绩 而不是学生在意 那么那个时代还比较正常 为事情请一 但是你请老师的话就有因缘机会 你想学 好 我就来教 师生做 师生做 今天告诉大家来 今天告诉大家 学波罗智慧 给大家说 总静心念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是很简单啊 要获取资讯 就是静心 把自己心清理干净 看自己身上 那些哪里是肮脏的地方 把这些脏的东西擦除掉 干净了 然后同时的话 念 磨合波罗智慧 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你说 那我天天念 我念外面就行 的确有人这样 像西藏 我们到西藏看的时候 当地的藏民 然后闹嘴 你们曾经在念 六次大名人 或者念别的东西 可能一念 磨合波罗智慧 但是 这样念是不是 他们就会变成李嘉诚 这样念会不会变成马云 或者变成其他你想成为的人 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上面说了 他说第一的话 福音善之时 波罗智慧之志 世人本有之 只愿心迷不能自悟 什么意思呢 各位 各位学员 那么这种菩提 波罗之志 这种大智慧 每一个人 全都是有的 你们跟李嘉诚 没差别 你们 跟马云 没差别 你们跟佛陀 也没差别 他们能做的事情 你们全都能做 但是如果你做不到 是指缘 心迷 只是原因 原因就在于 你的心 跟他的心 不一样 你的心 迷糊了 我就说几个 很简单的词汇吧 比如说 这些高级人类 这些 高级的经营者 他们这些 首富们 他们的心 就是我们教学生的心 叫做经营者之心 而你呢 你是消费者之心 你当然不可能 跟他一样的了 经营者 什么是经营者 经营者就是服务他人 他不断地服务他人 当然他们就有 今天的身份了 你呢 你是要别人服务你 你就是个消费者 你到哪里 就是要别人服务你 当然你就变成最小的人了 因为你的心量很小 你没有去做服务他人之心了 所以的话 你的心 迷了 你认为 你得到的越多 你就是 越富裕 你就天天想去得到 结果的话 求之即不得 然后能够求取之心 得之心 太甚 反而你自己无法成功 但是的话 你是付出之心居多 你付出的越多 你这个自动地还给你很多东西 所以的话 这就是 心是不一样的 心迷了吗 你走错了吗 但是话说来 这个世界 他就是在教我们 变成消费者的 你们自己想想身边 所有的广告 所有的 各种各样的牌子 都在告诉他 你缺一个东西 他就给你造成了 你的匮乏之心 但是这些人 高级人的 他不是广告影响 他根本不含广告 我们家里面 也不接电视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当然成年去看这些东西 成年去找这些东西 然后你的心就越来越匮乏 你是匮乏之心 你当然就没办法付出 你的心是匮乏的 你的生活一定是匮乏的 你的朋友全是匮乏的 你的财富当然也是匮乏的 所以的话 就是说你是心迷 既然心迷了之后 既然心迷了怎么办呢 你就说那我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 你要靠自己解脱是不可能的 所以叫不能置物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心已经迷糊 你已经是 你已经是一个傻家伙 你已经是一个消费者 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相信别人 虚假大善之实 世道坚信 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靠自己去东想西想 我看周围有些人的话 就是对老师不相信 对朋友不相信 也不去好好学习 曾经关在屋子里面 就东想西想 想很多阴谋诡计出来 然后觉得自己好厉害 好聪明 其实都是自己 抽自己嘴巴的蠢货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你应该干什么 你要假大善之实 你要假就是假是戒的意思 戒住 你要戒住这些大善之实 就是比你聪明 比你能干 比你更了解 然后的话以这因缘 比你更有智慧的人 通过他们的事 通过什么叫事 通过他们展现出来的样子 他展现出来的 比如李嘉宗展现出来的富足 李嘉宗展现出来的那个 吴玉 李嘉宗展现出来的富富金山 李嘉宗展现出来的90岁 也不愿意退休的这样种金山 这就叫事 他的展示 展示的身份 那么你展示的身份 就是在网上去乱骂人 在这边去匹驳这个人 骂骂那个人 你看李嘉宗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没有 没有的话你就学他 你去模仿他 这就叫事 你看见他是什么样子 你就跟着他什么样子 有样学样 对不对 这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他是温和的 你是一个发脾气的人 他是慈祥的 你是一个尖刻的人 他是一个友善的 你是一个挑剔的人 好了 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跟他不一样了 因为你有这些迷的东西 你当然就有问题了 所以你要看他的事 另外的话 你还要去道 他道是什么呢 指导 他告诉你该怎么做 更主要的是他的事 他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性 最后你再看看他 道 他是什么样的指导 聆听他 相信他 信任他 并且按他说的去做 这就是事和道 两个字的含义 事到就见到了你的真性 见到你更高级的那个本性 最后的话你就知道了 那么当之于人 智人 福性本无差别 所以你就知道了 不管你现在是鱼还是智 你现在低还是高 他是李嘉诚 你是你 但是你们本性上是没有差别的 你们的差别只是因为一个人迷 一个人物 他了解到宇宙的真相 并且他做到宇宙的真相 而你呢 你做的都是错的 所以你们才知道为什么上清音课 我的教法不一样了 我的教法都是告诉他你错在哪里 你错在哪里 但是有人不喜欢我的教法 所以我的教法的话就是 打击了他们自信心 然后到比较尖刻 然后到他愿意抱住自己不放 他愿意告诉他 OK You are right You are great 你喜欢这样的东西 你去找别的东西吧 你去找一个和服你的地方吧 但是那样的话 他承认你 你当然是great 每个人都是great 但是对你没有帮助 所以的话我要告诉你 你迷在哪里 你错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所以要做PK 要写作业 要从作业来对照 让你看到自己的不同 这就是迷惑物的不同 如果在清音课上 肯定我自己认为 你的作业写的一塌糊涂 你就代表迷 而我的作业写的清清楚楚 我的讲解 就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就代表悟 那么你就要知道这种迷误不同 那么你就知道了 这就叫道 这也叫做是 你拉作业来 我拉我的作业来 看我们作业什么不一样 那么你看到不一样 你就知道了 因为迷误不同 所以有余有智 但是本性一致 你把你的余去掉 你就是智 你把你的谜去掉 你就是物 所以的话 古今威如说 摩河波罗密多法 是如等国的之罪 现在来我今天 我就来给大家说 这个摩河波罗密多 秘法 让大家都得到智慧 接下来一句话 自信地听 五味如说 什么意思 就是智 你要有这个追求 立这个智 我真的想得到 而不是我听听看吧 你听听看没用的 我真的想得到 更高的智慧是什么 然后自信 然后地听 认认真真的去听 而不是听了之后去评判 你去评判这些东西 然后再想想 六指哪里讲的不对 六指这个东西说的多笨 那么你这东西不是地听 而是叫什么呢 叫挑剔之听 那么你用你心来听 用我心来听 你听不懂我的东西 所以有人可能在我身边 很多年他听不懂 我在说什么东西 因为他没有智 也没有心 也更谈不上地听 反正他对我挑剔 对我怀疑 你当然就听不懂了 所以的话 五味如说 所以的话这个 你只有智心地听 才我才为你说 我来为你说吧 否则我为你说了 也没用 这是一个引言 波罗智慧 我们还是根据六指的语言话来说 世人终于口炼波罗 不是自信 波罗 那么 我们每天口炼波罗 波罗是什么呢 不是说成天你站在那边 波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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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回事 波罗它代表的是 我们汉语的差不多相当于智慧 那么我们人整天 嘴上去练智慧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 真正的去实质本心 不是我们自信当中的波罗 是没有用的 那么什么叫口说 口炼波罗呢 现在很多和尚李孤 包括很多在家居士 他觉得的话就是 他要练经 练经好不好 当然好 总比起练那些乱七八糟的 那个想法小时候好吧 但是他练经 他有种奇怪的说想法 很多人都有种想法 就是练经 好像练了经的话 上面的某个菩萨会特别高兴 然后这个菩萨就回来保佑他 就会赐福给他 就会让他无灾无烂 哇天哪 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甚至还有现在 我也看到在中国很多地方 因为富裕慢慢出一十五吃素 然后的话 甚至有人家里面出来什么事情 还在去骂菩萨 我天出一十五都吃素 然后我还练经 我还天天烧香 为什么我家里面还遭到这个灾难 他觉得他就是菩萨不好 菩萨没保佑他 你这种事情相当于什么呢 这种事情的话 就是中国的奴才思想 中国的奴才思想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看哪个属于狠 虞狠的话 我到他面前 我就恭敬地说 好了 我愿意做你的奴才 然后我天天给你烧香 扩头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你让我 你觉得你不想让我享受啊 然后我觉得吃肉吃多了不好 我少吃点肉 我出去说我就是纯束 你看我那么乖 你喜欢我了吧 你喜欢我了吧 那怎么办呢 然后的话 你就别来打扰我了 然后的话 你让我好好过日子 然后你别这样摘狗 你别杀我 然后就像他又被杀了 他说你看明明我那么乖了 你还要杀我 所以你有问题 我们认为祸和福这些熟人 低层次的人 都认为祸福都是天降给你的 都是一种意外 是一个大力的神降给你的 是一个阎王判决的 你说你要讨他的好 他就不判决你了 这是胡说八道鬼扯单 祸福无门为人至招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招来的 你的瓶 你的腹 你的倒霉 你身上的疾病 你的灾难 都是你的心导致你这个样 都是你的缘导致你这个样 跟哪个菩萨没关系 菩萨是在天上 菩萨是看得到你 但是菩萨不负责降灾给你 菩萨也不负责赐福给你 灾难是你自己吸引来的 福分也是你自己得到的 这就是自信般若 因此不在外面 那么你天天去念这些吉利的话 天天去念经 菩萨不要你听经念经给他听 那叫笑话 像有一个人 他曾经修法 曾经站在那边 念那个 阿拉伯阿弥陀佛 阿拉伯阿弥陀佛 然后的话旁边人就 就觉得不对 跟他说不对 他不行 这是绑佛 这是绑神 这是绑法 这东西是很好的法门 然后这个人的话 他也不吭气 他就开始说了 然后 他妈在那念 他动不动 妈妈 然后他说 干什么 我没事 过一下有妈妈 没事 然后的话 念了几几几 是妈妈在那大发脾气 你没事 你一天到晚叫我干什么 这个人就跟他说笑话 他说我只叫了你十来生 你就发脾气了 那么你天天 念那个阿弥陀佛 真有这个阿弥陀佛 他也烦死你了 你不认他干什么呀 这就是个笑话 你只是想想这个笑话 你认为你念阿弥陀佛 然后阿弥陀佛就赐福给你 他就接应你 然后的话 你就得到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什么都不用做 再念这几个字 从理论上 从佛学理论上来说 这是不太可能的 这就是这一句话说的 口链不热 不是自尽盘罗 欲如说食不报 他说这就像什么 他挤了个比例 就是说我天天跟你说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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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肚子饱了吗 你肚子不饱的话 哇大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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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馒头馒头馒头 或者麦当劳 我说给你听 你不饱 你这句拿到他吃下去 你才会饱 对不对 所以说食不饱 嘴上说这东西有什么用 嘴上念波热 你心上没做到波热 没有用的我 你必须做 所以的话 他说的东西 跟我们说的东西 是一样的 口蛋说空 万绝不得坚信 你嘴巴上天天说空性 天天说智慧 天天说如何如何 天天把经验多少变 你一万绝 那是多少年 不是一万年 多少个万年 你始终不得解脱 不得坚信的 因为你在自己骗自己 所以拿本书 你不是要懂得它 不是要实践它 你是错的 但不是让你不练书 你练书是通过书 我刚刚说的 通过万无观心 通过这些圣人的智慧之语 来观照你自己的愚痴之心 并把它改变掉 这个时候 你才能见信 你才能得到真智慧 你要用行动器体现出来 用生子器做出来 这才是你要 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的东西 比如说你教授 修了个概念 还学会做精英者 但是你嘴上说做精英者 然后初初要别人替你服务 根本没为他人服务之心 根本不去做不为别人做事 然后还自己说 我要学习 我要进步 我要把时间都用来读书 这种小孩子没得救的 为什么 他根本不懂什么叫 真正的剥弱智慧 他自己只是在那婚式之辈 所以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 自己自以为是的 去练书 而是要把练的东西做出来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知行合一 你看佛学跟我们道学 跟我们常能文化 它没差别的 它就是一样的 所以中无友谊 那么如果你经常只是 嘴上去做 只做到嘴皮子上 没有任何好处的 所以善知识 摩合波罗米多米是凡语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 摩合是大 波罗是智慧 波罗米是到彼岸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到哪里去啊 我们现在认为 彼岸世界就是 就是天国吗 我要到天国去吗 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这一级 跨到另一级 并把它中间建立起一个联系 记得今天讲到第二法门吗 我们要知道善和恶 中间有一根连线 我们就到达了彼岸 刚刚我上 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 我们说他是恶 但日本人认为 他这些军人 没为日本人做出了贡献 所以他们是善 那么这两个善 国之彼我 我们就国之在自己的岸边 我们没有跨到对方去 如果你能够到彼岸 我们能够跨越我们的身份 跨越我们的国籍 我们能够换位到日本人的那边心态 了解日本民族 为什么会尊重他们 进国神社这些战畅 然后日本人的话 又能够跨越他们的日本国籍 了解到中国人 他们给中国人造成了苦难 这种跨越他就形成了智慧 中间就形成了一个连线 这个连线就是不二 他不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 也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他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 就是日本中国代表善 两边又善又恶 两边都是又善又恶的 当他这样做不善 当这样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领悟到了更高的智慧 也就是更多的指向 不是嘴上说不善不善 就是你知道他善在哪里 知道他恶在哪里 你知道换一个角度 他又善在哪里 又是恶在哪里 你把两种东西都融合了之后 你突然你的心就很明镜了 看到日本人你不会太在震恨 甚至有些同情 看到中国人 然后你也不会抱一种 那个强烈的心态 受害者的心态 你只是觉得 是不是我们该自强 如果你是中国人 如果不是的话 你会提醒他 我们要看到别人的一面 这就叫到了彼岸 不要以为说你到了某个天国 我们如果在各种各样对立当中 都能找到彼岸 都能找到我们的共同点 都能找到连线 那么我们就得到更多的智慧 比如说清粉清黑代表两极 这两极当中你中间有一个地点 粉在哪 黑在哪 然后他们之间 不是说他们一时一样 他们绝对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的话 双方能够互相理解 我们能够理解清黑之心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智慧 清黑心是什么 他又想得到好东西 但是又不想通过努力 他想用自己的方法 得到他自己的东西 我们觉得 好我理解了你 你的心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只会生起一个慈悲 这是不可能的呀 比如说我要用精英者的心 当然我们可以去理解消费者是怎么回事 但消费者他不太能够理解心心经营者的 对不对 但经营者不了解消费者 你就不是好的经营者 所以经营者他一定是到彼岸了 他不是说我做好事 你所有人都来支持我 这不是经营者 这叫自恋好不好 但如果说我经营者 我就了解消费者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随缘思绳 随缘做法 当你这样的话 经营者就是一个好的经营者 当你就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所以经营者是了解消费者的 而消费者不了解经营者 所以经营者要去做消费者 他也会做一个好的消费者 比如说我到餐馆里面去 如果非常了解服务员的辛苦 没办法服务员的不容易 我的服务员其实很友好的 因为他就算一些劣根性 我也能够了解 那么我就会不会那么摆出一副 我是花钱的大爷 让孩子 让这些小年轻们 然后在你面前战争兢兢的 那种东西 其实你是不同心 你通了这个心 你只会同情他 你只会可怜他 甚至你会照顾他 但你可能说 你只做你该做的事情 都可以 但无论你怎样做 都有一个心 就是我到了彼岸 那这就叫大智慧到彼岸了 别以为你要到天国去到彼岸 那我现在又不想去 错了 你处处是此案 处处也是彼岸 执着于我 就是此案 然后的话我能够换位思维 我就能够到彼岸 这就是智慧 不难吧 但是这个不难也难 后面的话持续心形不在口炼 这要用你的心 真心去体验到这一点 并且要用你的身体去行出来 才算数 对不对 你看了日本人还是想揍他一顿 但是你又想三长说的 然后的话要理解日本人 那就不对 而是说你心里面能够理解日本人 其实日本人也因为这场战争 遭遇他们自己也遭遇的很惨 然后到二战当中 日本是完全的失败 他甚至把之前一百元 吃进去的东西都吐出来了 比如说台湾 然后的话原来的战国 东北满洲国 其实如果日本他不扩大战争 然后的话守住原来的战国 现在东北 美国曾经准备承认东北的 准备承认满洲国地位的 如果美国承认满洲国的地位 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的话日本人他作恶 最后的结果 他自己遭到了更惨的回报 他甚至自己奔腿 遭到了侵略 遭到了那个占领等等 你看到他你就知道 这是英国 这英国的话无三无二 你就不会抱起那么大的一个 他一定是死害者 他是死害者 没错 但是他同时也是死害者 中国人是受害者 但是中国人是不是也是死害者呢 肯定有 我们遭到的一切果报 都不是没有原因的 都不是好像我们 勤劳善良 我们美丽 但是都是被人欺负我们 这是强领少 没这回事情 祸福我们为人之招 我们如果遭到了呼喊 一定也是我们自己扎的 当这个时候 你站在这个立场上说 你也不会很自恋的觉得 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委屈 你会是中国人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肯定有做错的地方 当你这样做 是不是都到了彼岸呢 但是你心念了这一点的话 作为中国人你会更自强 心念了这一点 看到日本人你会学习日本人优点 你不会去一天 淘汰日本人优点 当在这时候 你就拥有了真正的智慧 这就叫心形 你要做出来 不是在那里练练练 练经没用 所以有些人说练经得到各种福报 得到各种感应 特别好 所以我是练经人 练经当然好 练经是一种初级阶段 是让你在愚意的情况之下 有人给你指导 但是这个指导了之后 你都照出去做 如果你只是在那天天练了 像现在很多活上 你如果说实话 早课晚课 天天在那练 他就是只是心嘴巴 在那滴滴答答 心里面根本一点反应没有 正面的话 叫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所以的话 这不是我说六祖说 所以的话 不要口炼般若 不要口蛋说空 万绝不得见性 所以不要以为 你做了活上 披上了家 佛来就保佑你 然后的话 你是时候自动进入天国 不对 你的心先进入天国 谁都挡不了你 魔鬼也挡不了你 你的心没进入天国 你就算偷渡过去了 还是会被遣任回来的 所以的话 这就是心心口炼 所以如果你只是嘴巴上学习 这东西话说出来 心不行 你的心没有到这个份上 如幻如画如露如电 简单一点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大家能够理解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心教育 很多的话就是打这个牌子 我是轻心教育 但是对于我说了什么东西 我在讲什么东西 我们在做什么东西根本不了解 那不就是口炼心不行吗 然后都去拿个牌子去忽悠人 然后我也是轻心派 像有些人说就遭到了质疑 你这不是轻心派的东西 为什么 你根本没好好学习 我们的东西 那很自大 你自以为是 你自以为是 你搞你自己东西 但你别说是这个东西 因为你没行这些东西 好了 既然你不行 你就会发现结果了 如幻如画如露如电 你看着好像又像有又像没有 心教育的东西在你面前 就像物就像露 就像电一样 抓着抓不着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觉得心教育好啊 好 但是好像 你又抓不着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就如幻如画如露如电 但如果你是口炼心 你这心口相应 如果你的口上说 你做的是心教育 你行动上 你做的是心教育 你就发现你心口相应之后 你踏踏实实做得出来 别人看得到 哇 你就是心心教育 所以的话 这就是口炼心形 一句话 不要用嘴巴炼 更不要是在那读书 比如说 有些人说读我博文 读博文当然好 读我的案例当然好 但是你多了是要把它用出来 不是在那读了完 你都在那读了完 那就天大的笑话 我不在乎你读不读的 你一天读一百遍 然后我就保佑你 我说哇 这个徒儿真乖 然后保佑他 我送他点东西 我送他个心教育 送他个学堂 没这回事情的 你把我教的东西做出来 加上自动认力 你把我教的东西 你做不出来 你在那吹牛 没人理你的 虽然这就是心口要相应 但是现在这个人的话 中国人那么多年的奴性 已经形成了 嘴上一套 行动上一套 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灾难 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一种行动力 包括有时候 行动力还包括什么呢 包括有时候我看一部学院 我看到他们也难过 他们连提问题都提不出来 只是眼泡泡地看着上海老师那个讲点吧 我讲的再多 你连提问都提不出来 你提问提不出来 代表你没思考 你没去想问题 你没跟现实结合 你跟现实结合 你有很多问题的 你跟现实结合不起来 只能在那呆呆地坐 像墨这样的 我看着也很沮丧的 所以这就代表你去行动 你行动你一定心中会有很多很多移情会出来的 你只是去念 那就是伯德 所以的话 本性是佛 离心无别佛 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佛 佛上次已经讲过了 佛不是什么一个特别的东西 执成之类的 佛就是指我们的物 开物 知物的觉 觉或物 觉者物者就是佛 我们本性就是智慧 本性就拥有一切智慧 离开了我们本性就谈不上什么佛 和民磨合 磨合是大 什么是磨合 他就解释词了 磨合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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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词 磨合是大 就是很大很大的意思 大是什么 心量广大 余入星空 无有边讯 也无方圆大小 也非轻狂齿白 也无上下长短 也无称无喜 无是无非 无善无恶 无有头尾 诸福沙土 尽同虚空 大家在念这个词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心经 没错 各种不同的大菩萨 各种各样的这些先圣先贤 说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呀 这句话我看到他就想到了心经 心经说的也是这个东西 不够不尽 不真不见 不生不灭 一样的 就是指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就是这样的东西 他人生万物 但是他又空无一物 非常期待 另外的话 他无有边讯 也无方圆大小 那么我们就是 我们的那个 边际是没有的 也看不出方 也看不出圆 也看不出大 也看不出小 你说它小 它也不对 你说大也不对 请注意 这就叫博尔法门了 方和圆就是一个二 它挪到了方 挪到了圆都可以 但是它又没挪 就像一块木头 你把它做成圆桌还是方桌 取决于你的心 你的心可以做它 当然你的心是圆 那是方的 不存在 那么我们拿了一块木头 来我们可以把它做 拿了一块树 来我们可以做大桌子 超级大 二十个人的大桌子 可以做个小桌子 两个人的小桌子 那么这东西 这个大桌子和这个小桌子 由谁决定 由制作者的心决定 对还是不对 但这个心是大还是小呢 你也不知道 然而我们做一个家具 我们可以把它涂上 清黄慈白的样子 但是我们的心是什么颜色的 不知道 但是我们心能够识别青 能够识别黄 能够识别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 但是我们心不是 这就是描画我们心的特征 我们心可以 能生万物 能作万物 能创造万物 但我们的心不是万物 所以同时我们的心 还有一个东西 无称无习 无是无非 这里面有多讲讲 很有意思哦 无称无习 这样来说说吧 你在路上看到狗屎 你会有什么感觉 哇 远心 好烦啊 全身七级别格的 然后你想想 然后你在你家里面 看那个死老鼠 死老鼠已经腐烂了 然后满身 满 满身都是过度驱从 趴在死老鼠上 好吧 你想想这个镜头 你有什么感觉 哇 你是好远心啊 怎么在这种情况呢 你心里面开始恶心了 这就叫撑 那么我们再另外来说 喜是什么呢 那群蛆 看到这个死老鼠 它在死老鼠上 爬来爬去的时候 它是 你认为它是称还是喜 那群蛆恐怕是喜 那么同样一个死老鼠 在你心中 或在那个蛆的心中 为什么有不同 那么这就代表了 你们的身份 这就你落了 你落到了蛆一边 或落到了人一边 但如果你到了更高 智慧一边 你知道这是宇宙的一种现象 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 没有什么稀奇的 是蛆 就要在粪里面混 是人的话 他可能就喜欢干净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无尘无息 所以你看到这些脏的东西 看到坏的东西 你不会惊讶 你也不会生气 你只会说 说什么 你是踏踏一脚 你也不起踏踏一脚 然后 你就会回避它 或者是 但是你没有那个排斥之心 这就叫心 我们的心是 真心是这个心 但是我们自己的 你刚刚那个称和喜之心是什么 称和喜之心 就是我们的凡心 或者我们的低级心 或者我们的分别心 不是智慧心 当有智慧心之后 你是临近心 就是见了日本人 人说什么话 你不会去 称不会去喜 你不会去多说什么 同时的话 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无是无非 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没有是非呢 当然有是非 当然无善无恶 当然有善恶 有没错 你站在哪一边 站在中国人一边 日本人打中国 那是日本人 不对 这就叫是非 然后日本人 恶 这就叫是非 但是站到更高的宇宙的角度来说 都是双方的因果 中国人如果没有造被侵略 被掠夺之心 中国人不会遭到侵略的结果 日本人没有生这个心 日本人不会有这个起因 所以这里面都是无是无非的 无善无恶的 并不是没有 若十分成二的时候有 分成一的时候 站在更高的一场上是没有的 所以的话 一切诸福沙土 尽同虚空 世人妙性本空 无有义法可得 自信真空 亦夫入世 所以妙性本空 无有义法可得 是什么意思呢 先说到这里 大家都会说的傻傻的 那我什么都没有了 问题就是说 你要什么东西呢 什么叫无为义法可得 就是我们的智慧正确的过程 并不是说要去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而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些不良的东西 那些我们身上的是非善恶 成喜长短 头尾这些东西把它一样一样的丢掉 我丢掉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 但是我也没有去喜欢日本人 如果丢掉了憎恨 我就变成喜欢日本人 那就有喜 那么我也落到二 那么我丢掉这个憎恨心之后 我就提升了自己 我也没有去追求说我要到日本去 我要做下辈子我要做日本人 那么我就去追求 那么下辈子我变成日本 我就变成 我站在另一边去了 这并不是道比安的 没有 所以道比安就两边 我那个有一条桥 把它统一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把它丢掉 我把日本人的习也丢掉 当我丢到什么呢 丢掉无有义法可得的时候 我把身上的这些所有的谈真痴慢疑 把所有的预念 把所有的立场 最后一条一条的把它丢掉之后 我就变成了更广大的智慧 我就提升了自我 当然这个地固很难 我们要做到空一切很难 这个空不是不要 不是说是假装没有空的 然后的话有个笑话 然后的话一个人大概行为有点不太好 然后的话大概在那发呆 然后的话另外一些念佛人就走到了身边 念经走到身边的话就在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那个声音就变了 他在干嘛 他在骂人呢 只不过他不骂那句话 你说他的心空了没有 心空了就是说别人做什么是别人的事情 别人自有因果 但是我做什么是我的事情 我负责我的因果 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叫心空 然后的话 当然你自己做你自己行的时候 你要做的时候你还要不执着 你一定要去执着 你心也没空 你不去执着 你只是在做而已 比如你在做男人 你不能说我是男人 然后我跑到女厕所去 这东西肯定不对的 你说我心空了 去我看男人像女人 你还找这个借口 然后你还去 就是鬼事情的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什么呢 就是你是男人女性男性知识 但是你也理解女人知识 你知道男女本无别 骨子里面无别 但是无别的结果 并不是你要跑女厕所里面去 更不是说你有欲望 你找个借口 你看我是修法之人 我心中无量 我一往女医师钻去 这些东西都是你有问题的 所以的话这就是妙性本空 你去以后不去 都可以需要你去 你就去 需要你不去 你就不去 然后你只是做一个 你自己成为正确的事情 但是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你不休息 你得不到的 所以自信真空 一复如是 我们的自信也一样 跟那个心量真空 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六次讲的这一段 我相信大家 可能还是有点理解了 现在学佛的人容易犯两个毛病 都是错误的 第一个毛病的话就是 他觉得佛是一种跟自己不同的一个 相当于小皇帝一样 你像个草民一样 所以的话我们要在菩萨面前 在这些天人面前要装乖 所以的话我怎样装乖 你看我打你的旗子 然后的话我读你的书 然后的话我去吃素 那菩萨就会保佑我 那菩萨就会保佑我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菩萨根本不在意你做什么 因为他是 请注意他是没分别性的 他是无散无恶的 你说那天道好生 那么 所以有的话我不吃素 我不去杀生 那菩萨肯定喜欢我 错了 因为所有的高人都知道 生死其一 既然生死其一 那么随生随死他在乎吗 简单一点 我们看到两对蚂蚁在那杀来杀去 我们到底在乎哪一个蚂蚁赢哪个蚂蚁输吗 然后其中一个蚂蚁说 嗯好吧 然后我不吃蚂蚁 我不吃其他蚂蚁 我不吃咬其他蚂蚁 我不去吃这东西 普通说你是最伟大蚂蚁 好吧 我赶快吃个魔法 我把这蚂蚁变成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可能 没有的 而是蚂蚁自己必须悟到 它要跳出这种纷争 他才可以晋升到更高级的生物 蚂蚁他也有佛形的 按照佛教的说法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所有一切 都是你为你自己做的 不是为菩萨做的 你练经是为你自己练 是要通过经书是一种指导 先贤 我们佛陀的指导 自己菩萨的指导 通过他的指导 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智慧 另外的话 你吃素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 也为了自己的姻缘 让自己的那个心清静的一种方法 这些都是一种过程法 是你自己为自己做的 不是你为菩萨做的 所以到这种观念 大多数的所谓的善男性女 是畏惧这么一个天神 想在天神面前装乖 这东西是错误的 特别给大家说一下 天神不在意这个东西 另外一种 学佛自然的错误的话 就是把一些自己都不懂的东西 乱搞一起 这就是今天马上讲的无济空 好吧 既然是无善无恶 那么世界就没有善恶 那么看着别人做坏事 他也说没什么的 然后的话 看着别人做好事 他也不去做 也不去支持 他说的 你看我是高人 为什么我学佛学得好 我无善无恶了 这是蠢人 那么前面也就说了 口链心不形 你哪里有智慧 那么你要超越善恶 你知道你先得做什么呢 你都要分清善恶 所以说这是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你不知善不知恶 第二个地步就是 要分清善恶 第三要知道善恶同源 那是最高阶段 善恶同源 然后你明明了这个地步 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了 你要干什么了 咱们继续说日本人的例子 如果日本人的例子的话 你站在第一个地步 假如你是中国人 看到日本人稍然强烈 然后你心一点都没有 你说这没关系 这没关系 然后的话 你要杀就杀吧 错了 你应该知道哪些是善 哪些是恶 中国人哪些是善 哪些是日本 哪些是善 哪些是恶 你分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还要做到一条 不起不舍 不起跟他去共战 但是你不能够说不去行动 比如说 这些说什么东西无散无恶 自己假装菩萨 假装修行很高 然后对于比如说对清黑清反之真 有些人的话就是这东西无所谓 谁对谁错 他都对都错 然后我想很想对这些说一句话 你以为你修到了菩萨境 你必须测试这些菩萨好了 你说好啊 你做到这个地步好吧 狗可以吃屎 你可以去吃屎吗 你去吃好不好 这是真的哦 然后的话 你如果觉得你无善无恶 你认为你可以吃狗屎 错了 但是并不是说狗屎是不好的 狗屎是饿的 然后道 而是因为我们不是这种生物 你必须清楚知道你是人 所以你要做人做的事情 死狗狼可以吃屎 我们人不吃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死狗狼可以吃屎 所以屎就是可以吃的 你这样做的话就该扯耳光了 你这样胡说八道 而是死狗狼他吃屎 屎是可以吃的是对死狗狼而言 但是对我们不是 那么你也说死狗狼到底是三思二来 你不好说 其实死狗狼他是天道存在的一种必然的次序 他把这些分辨之类进行清理分解 把它埋入地下之后 对他就是我们会说他是人类清洁工 你能说清洁工不高 他跟垃圾打交道不好吗 但是他跟垃圾打交道 他可以打你不一定打 就想到我们人类社会有人清洁工 但是你可能去做一个别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做个教授 像我一样我自己做这些清洁工 这些工作做的比较少 但是我心中绝对不要升起走 我比他高级的概念 而是说我们做不同的工作 我做我喜欢 或者我做我擅长 我做别人做不了的某种工作去 当时这个你就不要去分比我 而不是说你去鄙视他一顿 你的心就变得很善良很宽阔很容纳 但是的话你不去随便评判别人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所以的话不要去随随便便的说 你已经超越了 你无三无二 什么事情都是没有是对错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对错 错了有对错 就相当于人不能吃屎 屎和人吃屎一样 肯定是有分别的 你要分得开 你不能是糊涂蛋 然后你拿着谁一起吃 那你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也一样 生活当中比这个东西要复杂得多 我们都要做到明辩是非 但明辩是非我们要结实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一定是明辩是非的父母在教的出来 你都有清晰的价值观 你知道怎样 比如说你都知道经营者或消费者 当然你可以在那假装打哈哈 你高明 你可以说没有消费者 哪里来的经营者 我们做消费者 让你们有做经营者的机会 你当然可以这样去说了 所以你好好想那你很高明似的 错了 但是我们要教孩子 我们就只能教他你怎样做经营者 我们不能教他做消费者 那么就算是做消费者 你要做个好的消费者 什么叫好的消费者 共同经营者 比如说你去了餐厅 你可以让服务员有一个好的感觉 让他觉得你是个好的购客 你下次去了 所以别人还很喜欢你去 你是不是也在经营 你在经营什么 你在经营你的人脉 你在经营别人对你的友好度 像我很长时间没去一些地方去了 那么他记得我都会很热情的招呼 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购客 不是个讨厌的顾客 对吗 你也在经营 就算你在消费的时候 你也可以经营 我们人生随时随地都在经营 我们经营 有些时候是要磨起钱财 比如我去做开货饭店 然后外卖饭给顾客 然后我要经营他 但有的时候 我们去饭店做消费者 我们也在经营自己的形象 而不是到饭店之后 毁坏自己的形象 那就不再经营 所以我们永远在建构 我们要明白自己在建构什么 其实我们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机会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为什么最终有些人成就很大 像李嘉诚 而有些人成就很小 比如像李 差别并不是说不发败的更多 差别是他们的心量不一样 他们是经营者之心 所以他们随时随地在进行自己 他们没浪费自己的生命 同样人生七十年八十年 比如七十年八十年 每天都在经营 你每天都在那会日子打牌 然后的话到处想怎么消费怎么玩 然后你没有积累啊 你没积累你当然就没东西了 活了一辈子 然后的话 毫无积累你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人生一辈子 他要来 他就要去做积累经营建构 这样的话他可以开心的走 但积累经营建构完了之后 要不为自己所居 不是说这是我的 拿着就不放 我要知道这是你的音言 既然现在我们昆明的校 游戏社区很多学员来的时候 觉得这很好 觉得感谢山长 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 是大家的功劳 我只不借用大家的音缘 借用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会 然后再找到这样的地方 然后大家开开心 来待在一起 让大家都开心 这就是经营 但这个经营的话 就叫老子说的 就是功成而佛居 这不是你的 我也的确也不是我的 倒退30年 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我没能力做 甚至倒退20年 我也做不了 10年之前我要做也很吃力 但现在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它做出来 这是因缘所致 感谢这个时代 感谢这个社会 也感谢中国的经济改革 也感谢金融市场 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可以很轻松的 然后的话 搭建一个大家的 很喜欢的一个平台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是经营 同时的话 经营完了之后 你又不是有我 然后雷雷刚他 别人所有人都可以 做到这些事情 别人有机会 只要别人心向你一样 对我来说 我不是把它做成我的家 我不是花这笔钱 然后把它做成 我一个豪华的家 我自己去享受 我自己躲起来 然后去买个小打 而是说把它变成 搭建一个共同的 集体财产 甚至我死之后 这些东西 也都是集体财产 这都是基金会使用的东西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是不是一种 就放下了 这就叫无比我 你把比我放下了 把对立放下了 把善良放下了 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过来你让他天天哼 没无比我 无比我 那就叫无极空 那就骗人了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特别这位教育 我们是搞教育的人 不要把这些毛病 把一些学活者的毛病带过来 假装自己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不做 但还假装自己很高明 错了 所以我们要去做经营者 但是我们要理解消费者 这样的话 我们也要欢迎别人来消费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不要去做消费者 就算是做消费者 是我们要做个好的消费者 我们在经营自己的人生 这就是我觉得 我们做教育做的事情 那么做一个经营者 容不容易呢 其实不容易 对不对 你到餐馆去 你去点菜吃 容不容易 容易急 只要你兜里面有钱 你就可以去点吃 你点的菜 只要不超过你的支付能力 你点什么菜的可以对还是不对 但是你要开这家饭店 是不是就难一些了 那么你要什么人才做到那个空 空就是说 你可以开饭店 而你不开 这就是空 你可以做李嘉诚 而你不去做 你就是空 你也可以去做乞丐 你不去做 这点很容易 你可以做乞丐 你不去做 当做乞丐 好像也不容易 丢了一下这面子来 也要克服一点点心 最后就是佛教教的 就是那个叫做不娶不舍 你看 这上面说的叫做 世界虚空能含万物 然后的话 我们善之是什么呢 知情能含万化 万化在做人形当中 我们既要若见一切人而知也善 进阶不娶不舍也不懒着 这才是智慧 那么讲起来就是说 你能够去做 李嘉诚 如果你去做 你做得跟你家诚一样好 但是呢 你不去做 OK 你就达到这个境地了 而你做不到 你说 你说我跟他是一样的 那你是骗子 那你就不是真空 所以的话 在这个地方 你就发现修行很难 不是嘴上说就够多 你真的能够明了世间姻缘 然后的话都能够做 你要去做都做得到 然后又都不做 都要放弃的时候 你才能到更高的一个地步 其实我们来观察佛陀 他就做了这个实现 对不对 我们现在想 我能够做 想让自己的孩子做王子 因为你自己想当皇帝 想让自己的孩子做公主 你自己想当皇后 但是我们看到的佛陀本人是什么呢 他自己是王子的身份 他将来可以做国王 他是不是放弃了 他是不是有富贵 但是他也放弃了 请注意佛经对佛陀描述 他的世界上可以做转轮王 什么叫转轮王 就是一代非常英明的 非常厉害的 然后改变世界的一个国王 但是他不做转轮王 他做了修行者 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他选择了不取 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舍 他也没有去舍 他也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帮助大家提高更高的智慧 这就是佛陀他做到了更高的成就 他可以取 他可以取人间的荣华富贵 亏起人间一切罪 我们想一直在追求而追求不到的东西 但是他把它舍掉了 他没有去取他 另外的话 他也没有去舍 不取也不舍 他也没有舍去这个世界当中 随着预言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做 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空性 叫了解佛陀 佛陀的话 他的弟子不听他的 他的弟子调皮 他的弟子跟他反着干 他也是默默无缘 他自己明明知道 他曾经离开过僧团 因为大家这些弟子不尊重他 觉得学他的东西不对劲 他就离开僧团 后来僧团在那边又起矛盾 又搞问题 然后又请他回去 我们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成正式过程 不取不舍的 然后你觉得我的东西好 你就跟我学 你觉得我都不想好 包括好 你不跟我学 我自己走 他离开僧团 一个人走 然后我们看佛的历史 就看出这点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东西 就不要去向那些 一些自以为学佛的人 胡说八道的东西 哇什么东西都无善无我 没有 我们看佛的怎么做 佛的心中 行业切善 离异切恶 心中一定有善恶 但是他也不取不舍 不把他拉起来 所以再有一种人 再一种错误 小心啊 迷人口说 智者心情 糊涂的人嘴巴在那 金金正正有词 胡说八道 但是真正聪明的人 真正的智慧之人 是用自己行动去表达出来 迷人去说一堆无善无恶 智人用自己心做出了不取不舍 另外又有迷人 另外一种笨蛋 说得比较好听 叫迷人 其实就是笨蛋 老子有问题走错了路的人 空心静坐 白无所思 天天在那打坐 号称修禅 但是他是空心静坐 白无所思 这叫 这种人自称为自己很伟大 这种人现在修行当中 很多这样的人 然后的话 世间万法完全不理解 真正能够做到理解的地步 你问他什么 他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可以给你解析思路 但是什么都不去做 你问他怎样当世界守护 他都告诉你现在 做什么东西 可以当中世界守护 但是他自己不去做 而你呢 你在空心静坐 别人问你什么东西 你无疑问百不知 啥都不知道 那你叫什么修行 不叫修行 你还自成为大女大哥规 所以的话 此一辈人不可一语 为邪见过 这种人的话 就不能够跟他说什么了 你也不要去教训他了 这种东西叫邪见 简单点 他就是邪见 就是捉了魔了 他不是真正的修法 所以了解了这东西 我们也就了解佛特的教法 它是非常非常的入室的 不是说 多找个庙 我在里面去 我在那空心静坐 然后的话 你还能够好好的伺候我 然后我要女人 你女人就送过来 然后的话 我要我要吃什么 我要什么好东西 你给我送过来 还有些火上 据我所知 有些火上会带一个几十万元的明镜表 在手上慌悠慌悠的 火上哪里空坐在哪空啊 空不是不要他 而是说我要得起 但是我不要 我能够拥有 但是我不拥有 因为我知道它没有意义 包括我要这个东西是干嘛 我的心是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要带个一百万两百万的手表在手上 我想做的是什么 其实这些东西你想痛了之后 你突然发现挺无聊的 其实你的心就证明你的心是这种心 包括我们喜欢买名车 我们为什么要买那个一百 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一千万两千万的车 是因为那个车 真的坐起来更舒服吗 或者那个车能够更快地达到目的地吗 其实都不是 其实是我们想告诉他 我跟你不一样 我比你高明 当你有了这个心的时候 你就没做到智慧 做到智慧的话 反而是平淡无稽 但是他做得到 但是他不要 这一点让大家慢慢去思考 好了 今天的话 我们讲的那个不二法文就到这 不二不善不饿 不娶不舍 然后的话 不争不见 这些东西很难 我吃佛学的最高的境界 我不知道大家能够听懂多少 但不管听懂多少 慢慢去吃入 慢慢去理解 如果搞不懂 看看慧能是怎么做的 看看我们的释迦牟利是怎么做的 看这些高人怎么做的 我们去追随他们 模仿他们 我们就要以所谓夫子步一步 夫子去也去 当我们做好人 这种跟随圣人的示范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得到了智慧 好了 今天讲题结束 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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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